台湾国宝及诗人周梦蝶在日前病逝享受94岁 为了要纪念这位斯坦其老 新北市图新店分馆即日起到6月10号 推出了周梦蝶纪念书展 展出十余册周梦蝶的诗文创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前往一堵大师的精彩创作 被誉为孤独国国王的台湾国宝及诗人周梦蝶 日前于新店慈激医院病逝 为了纪念这位诗坦大佬 新北市立图书馆从5月10号起在新店分馆 推出周梦蝶纪念书展 展出包括周梦蝶诗文集 孤独国还魂草 风耳楼易稿 以及有一种鸟获人 还有约会 我是怎样学起佛来等著作 我们有一位国宝纪的诗人周梦蝶 他是住在我们新店 然后我们为了纪念他在我们的新店分馆的三楼的 那个月报区 我们帮他做一个专期 一个纪念书展 那他周梦蝶先生 他曾经获得中央日报的文学奖 还有那个国家的英文展的诗人 那我们就是为了纪念他 所以在我们的新店分馆 成立一个专期来纪念他 周梦蝶个性内向寡言 生活简朴 曾参加蓝星诗舍 结交余光中等诗友 诗作量少却精致 周梦蝶今年书展展出时间到6月10号截止 新北市图欢迎民众前往一堵大师精彩之作 书展的相关讯息 请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网站查询 继续声评 占门其新店采访报道